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务院的教育官员与相关的企业和组织探讨美国未来五年国际基础教育援助策略 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记者魏芝来介绍 主持人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的 今天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举行的这场活动呢 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 美国国务院教育方面的官员和美国的和平护卫队 和其他的相关企业和组织探讨美国未来五年 对其他国家进行国际基础教育援助的策略 那与会人士是提到全球现在正在面临学习危机 据统计全世界有两亿六千三百万青少年没有上学 特别是在有争端和冲突的地区 比如说像索马里 而许多的孩子流离失所 他们缺乏最基本的知识和生存能力 这不仅仅会使他们个人发展受到阻碍 也会对世界的经济发展和安全稳定造成威胁 那美国现在是在和90多个国家进行合作 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国家的青少年获得基础教育的权利 并且提高这些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就业率 那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官员就提到说教育是一切发展的基础 他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纳尔逊曼德拉所说的教育是改变世界的最佳方式 我认为人们真正理解到教育是实现我们所有发展目标的基础 它也是我们国家安全的基础 因为受过教育的社会更和平 更稳定 是美国更好的贸易伙伴 当人们接受过教育时会把世界变得更稳定 那中国也是在进行的一带一路项目的所涉及的国家进行教育合作 那当被问及这与美国的国际基础教育投资有什么不同的时候 美国政府独立的这个外援机构叫做美国千年挑战公司的负责人 是这样跟我们说的 事实上美国在人才能力培养方面投资巨大 是我们不同于其他捐赠国的方面 我们致力于真正培养这个国家的当地人才能力来帮助我们做这些工作 我们也在这些方面与这些国家合作 所以我们的项目都跟这些国家的教育部和私人企业合作完成 那与会官员也是表示 美国对国际基础教育援助在未来几年将关注于伙伴国的儿童养养健康 为学习提供安全的空间 帮助伙伴国家进行政治改革 建立教学体系 加强数据系统 训练教师以及帮助确保教学材料的提供 他们说美国援助的目标是 使这些国家能够最终独立进行完善的教育行为 主持人 好的 感谢记者未知的详细报道 感谢您的详细报道